季老师 我们今天这个着装 适合你们两个人的性格 一个很奔放 外向 一个比较内敛一点 甚至有一点忧郁的这样 我觉得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对比 那在搭配上 可以进行一种什么样的提升呢 比如说还可以怎么样 我觉得服装这个东西 它不应该是 你刚才讲得非常对 不应该是标榜自己怎么样 它应该是为人而服务的 就是他穿不同的衣服 其实可以体现不同的情绪 客厅的两个钟 它的走速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我的 一个是我们自己选了 觉得哪个钟比较像自己的 比较像是属于自己的始钟 所以就坐在那边 然后我就坐在了 这边姐夫就坐在这边 对 十二点呢 十二点是什么意思 十二点是因为我是一个 非常喜欢复盘和 做未来计划的人 所以我就非常喜欢 十二点这个时间 因为我一般 零点这个时刻 当然没有那么准 就是我会喜欢 每天工作结束了 会复盘一下今天工作 就是我会有一种 非常憧憬明天的 这样一种心态 去展望未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每天 刚开始这个时间 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无论今天发生了什么 只要始终走到零点 我都认为 今天过去了 对 过去了 明天一定会有好事发生 因为我这些年都是 都是这么过来的 特别好 心态好 向解学习 对 不要让昨天的痛苦 到明天 嗯